那红发在风车阵堵的是路飞还是妮卡果实 非常好的问题啊 我觉得至少在妮卡果实正式爆出真正身份之前 从红发遇到雷利之后 对雷利所说的 我在东海看到了一个跟罗杰船长说出一样话的孩子 看到白胡子时说的 我把我的胳膊堵在了新时代 就是从这些话之中 红发所提及的其实都不是妮卡果实 其实都是指向路飞的 那红发去见吴老星的时候 所提到的那个海贼可能也是路飞 也有可能会是其他人 但是明显我们可以看到红发是在 有养成路飞的那种感觉 他是把路飞引上海贼王之路的男人 引上海贼之路的男人 那路飞吃下香蕉果实 也就是妮卡果实 确实也是阴差阳错的事情 但是我觉得啊 有妮卡果实的这个成分 但是归根结底 我觉得红发还是堵在了路飞这个人身上 可能妮卡果实或者香蕉果实 是一个其中的必备要素 但是我相信对于红发来说 路飞的意义是要大于妮卡果实的 我不知道这能不能回答你的问题 好 好